他本来跟顾阳没什么交集 但是奈何 几个月前顾阳联合沈青兰 把他的弟弟赵三羞辱了一顿 那几个月他刚好不在京城 最近才回来 偶尔得知这件事情 自然是愤怒至极 他虽然从小离家 但是对这个唯一的弟弟 倒是疼爱得紧 得知弟弟受了委屈 怎么可能会善罢甘休 即便知道顾阳和沈青兰的身份 但是石邦在道上也是有名的 他并不怕 再说他也不打算要顾阳的名 让人给顾阳设了一个局 顾阳就输了套了 夜晚上时间 他输了好几千万 别看他上次赌车赌得豪气 一出手就是五千万 但其实那就是他的全部私材了 可这次他输的不只是这个数 即便全部拿出来 也填补不了这个窟窿 要是被家里人知道他赌博 估计他妈会第一时间从国外赶回来 打断他的腿 顾阳不是笨人 自然知道自己是被算计 但是对于石邦他也无可奈何 无奈之下 他只好给沈青兰打了电话 这是他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人选 沈青兰的身手 他见识过 想要脱身根本不难 而且他似乎还跟石邦的人认识 沈青兰到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顾阳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一抖一抖的 看上去一点也没有他在电话里说的那样 可怜兮兮 他的视线在包厢里 其他人的身上顿了顿 尤其是中间那个青年 周围的那些个打手撞汉 直接就被他忽略了 青年的怀里还意味着一个女人 身姿妖娆 穿着也很是暴露 尚围很傲人 青年的手流连在他的腰上 时不时的在他臀上捏一把 引来女人的娇笑 顾阳看着沈青兰 立马放下了腿 一脸的阳光灿烂 跑到沈青兰面前 规规矩矩地站好 小嫂子 你终于来了 怎么回事 沈青兰眉头轻重 问道 在他进来的时候 赵妖娆就直接看向了他 虽然早就知道 这个沈家小姐很漂亮 但是第一次见到真人 倒是比照片上 看得更加清晨角色 她的视线 在沈青兰的身上转了一圈 又收了回来 这样的冰山美人 美则美意 却不是他的菜 你就是沈青兰 赵妍开口 明知顾问 我是 她 手指指着顾阳 欠了我八千万 你准备怎么还 沈青兰眉眼依旧清冷 听到八千万 一点反应都没有 只是沉静地看着赵妍 你想怎么还 这个人 如果真的是冲着钱来的 完全可以不把人扣住 放顾阳回去 依照顾阳的身份 欠的钱终究是会还的 但是 他却把人扣住了 目的显然不是钱 既然不是钱 那么 就是人了 他看向顾阳 似乎在问 你怎么得罪人家了 顾阳垮了脸 用口型回答 绕三 沈青兰好看的眼眸中 闪过一道疑惑 绕三 谁 零号 赛车 顾阳再度提醒 沈青兰了然 原来是因为这件事 这么看来 这个青年 跟赵三有关系咯 赵岩也没卖关子 赵庆是我弟弟 你们欺负了我弟弟 我这个做哥哥的 总不能就这么看着我弟 被人白白欺负 赵庆就是赵三 因为他在赵家排名第三 所以 外号赵三 所以呢 沈青兰神色不改 倒是有几分胆识的 赵岩暗中点头 难怪自己的弟弟会被欺负了 倒也是不冤 你想打架吗 沈青兰看了看周围 那几个壮汉 问道 要是打架 也不是不行 赵岩一噎 我从来不跟女人打架 这要是传出去 他以后还混不混了 这样吧 你们打了我弟弟一顿 总不能白打 这里是赌场 我们就以赌输论输赢 要是你们输了 跪下来 给我磕三个头 然后把他欠的八千万 给还上 这事儿 就一笔带过 要是我输了 八千万 我一分不要 你们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 不行 沈青兰还没有说什么 顾阳先跳了起来 这里是赌场 赵岩又是这里的负责人 赌数自然是不必说的 小嫂子虽然会算牌 她也看过他赢了寒意 但是这毕竟是两码事 今天要是输了 钱还是小事 大不了被他妈打一顿 但是要是小嫂子 受了什么委屈 顾阳打了个寒颤 万分后悔 把沈青兰牵扯进这件事里 赵岩看着顾阳 眼中冷光闪烁 现在可是在他的地盘上 哪里有的他们选择 沈青兰 沈青兰倒是看清楚了形势 她的眼底闪过一丝笑意 却快地转瞬即逝 你想怎么读 沈青兰轻悦的嗓音响起 小嫂子 顾阳提高了声音 沈青兰轻悦的嗓音响起 沈青兰淡地扫了她一眼 顾阳瞬间就闭嘴了 赵岩脸上露出得逞的笑意 大手一挥 我也不为难你们 就是最简单的 赌大小 谁摇得最小 谁就输了 可以 沈青兰同意 竖起一根手指 不过 我要加一个条件 赵岩文言略有不满 怎么 想临时反悔 不 我要追加赌注 吼 什么赌注 说来听听 我要是赢了 八千万 免了 以后你见到我们绕道走 另外 再给我们八千万 赵岩想了想 可以 还有 沈青兰继续开口 赵岩掩一瞪 喂 你别太过分 沈青兰 无视赵岩凶狠的眼神 继续说道 一举定输赢 赵岩 赵岩原本以为 沈青兰还想讨价还价 没想到 他要说的是这个 他也不喜欢拖泥带水 这样速战速决 正合他意 好 就一举定输赢 顾阳一脸焦急 可是 对上沈青兰 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心又奇迹般地落了下来 赵岩拿了三个头子 你们可以先检查检查 免得你说我作弊 沈青兰将三个头子 拿在手里 只要一入手 他就知道了 赵岩并没有在这里面 动手脚 开始吧 你是客 我可以让你先咬 赵岩将一个骨钟 放在了桌子上 开口 不用 你先吧 赵岩只以为 沈青兰是不知道怎么玩 心中痴笑一声 大小姐就是大小姐 即便表面上 装得再淡定 但真的上场了 还是露气了吧 他也不废话 将头子扔进了骰钟里 只见他手腕转动间 骰钟就在他的手中 快速地转动起来 那个骰钟 也不知道 怎么就那么听话 赵岩手中 上下左右翻转 赵岩的脸上 带着笑 手里的动作不停 看着顾扬额头的泄汗 眼底闪过满意 沈青兰的脸上 依旧没什么表情 赵岩也不在意 不过是强装镇定罢了 这种人 他见多了 顾扬看赵岩 要将骰钟 摇出花来的架势 紧张地 手心都在冒汗 眼角扫了一眼 沈青兰 见他依旧是那副 淡定的样子 微微放心 倒是也有几分本事 沈青兰淡淡地想到 只是 到底是轻敌了 不够用心 喷的一声 骰钟被盖子盖在了桌上 赵岩也不卖关子了 直接打开骰钟 三个骰子叠在了一起 最上面稳稳的就是一个一 似乎早已料到这样的结果 赵岩的脸上 没有一丝的意外神情 哈哈 该你了 赵岩大笑 仿若没有看见 顾扬瞬间难看的脸色 沈青兰看到 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依旧是清清淡淡的模样 伸出手 在即将碰到 骰钟的时候 被顾扬拦住了 小嫂子 不相信我 沈青兰反问 这根本不是 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好不好 顾扬很想这么吼过去 赵岩都摇出一个一了 还有比一更小的吗 这局最多也是个平局 想要赵岩 根本就不可能的 可是 对上沈青兰清冷的目光 顾扬不自觉地放开了手 这样的情景 似曾相识 似乎 当初赛车 也是类似的场景 明明看着 是一败涂地的结局 可是 最终结果 却是出人意料 这一次 他还会创造奇迹吗 顾扬的心中 隐隐伸出了期待 先手抓住骰钟 轻轻晃动起来 跟赵岩那好似杂耍般的炫酷不同 沈青兰摇骰钟的动作 显得有几分漫步惊心 更不要谈花哨了 这个样子 更像是第一次玩骰钟的人的表现 赵岩一脸 果然如此的表情 沈青兰的手 轻轻摇着骰钟 可以听见 头子在里面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传入在场的人耳中 似是在心里 踏着古典一般 带着一股奇异的吸引力 赵岩和顾扬的视线 不由自主地 落在了那只心心细手之上 他加快了动作 骰钟和头子的撞击声 平反了起来 顾扬脸上 刚闪现了一点喜意 沈青兰喷的一声 将骰钟放在了桌子上 顾扬目等口呆 就 就这样完了 不多也要几下 赵岩挑眉 是真有信心能赢 还是知道 根本不可能赢 所以 才破罐子破摔 赵岩猜测 后者的可能性 要大一点 沈青兰 也不过是个豪门千金 会玩头子 他相信 要说技术比他好 他却是不信的 打开吧 赵岩开口 沈青兰先手放在了 骰钟上 就要揭开 顾扬一把 按住了他的手 那个 小嫂子 沈青兰 给了他一个 放心的眼神 顾扬放开了手 算了 死就死吧 大丈夫 能屈能伸 今天 算他栽了 大不了 就是拼死一战 以他跟小嫂子的能耐 还怕打不过这些人吗 这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